中文字幕 李宗盛 火辣堂不名思义的不叫辣堂 是个民间小池 从蒜徽种年间就叫火辣堂 一直流传之间 八百多年历史 河南人对火辣堂的情怀太浓了 早点都是喝火辣堂 我叫高清成 火辣堂十三代船人 集尺就是夜半的做 也是出船来的 当时是父母亲他们做 和董事对的妈 最后他们人家得整大 解释自己干 做了三十八年 快点喝吧 一时在那儿站着 人家人成的 老婆做会儿的 上水里 这个地方跨几个县 交通工具也发达了 都有车 咱们都跑这儿喝喝 喝几块的 一会儿三块的 带着给人喝 老师父 两十年回来 先往哪儿带着 往正走 给朋友送点还是 小人的塔烧吧 他是最爱喝的火辣堂 现在熬骨头汤 牛骨汤 羊骨汤 明天用 今天下午这个 高汤熬好之后 明天早上用 骨头汤必须得熬七八个小时 不然的话它味出来 这期间可以开始做练菱 练菱是火辣堂必须的食材 浅粉的浅气都是面筋水 面筋吸出来的面水 不可以浅满 浅粉吸出来之后 雨下都是面筋 最后再煮面筋 吸到的水必须得变成浅水 它越浅 这种汤烧得越亮 火辣堂这个食材都是面筋 牛肉 黄花菜 海膜 粉条 最后是勾芡 稀抽的四种 浅粉下的多少 八瓦毫 火辣堂原材料 有三十多种中药菜 一年质而成的 没有好的条点 就撒不出来好的火辣堂 在中药菜它趋风止汗 开胃 兴酒 不知道火辣堂不化人 他认为火辣堂都是辣椒糖 春筒的不用辣椒 春胡椒 到嘴里它不辣 到味里它暖味 一般一锅二百多 甚至一天少了十来锅 也正常 火辣堂是它的本色 中药菜自然形成的一种原材 有点泛红还有点泛黄 成熟的热菜 热菜 水 你热菜 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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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国外上学 有日带一些料 然后去了自己家 那边我们也卖了 撒着热菜 蹋下 олж our heart about the 热菜 暘肃 午餐 我少了一半碗糖 硬羊肝 责二斤肉 都是二斤 材 其它种 Nacht材料增加 我还是伸 illness 好 三十多年 每天都有人在干 今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 初一那一天不感觉腰疼腿疼 感觉不疼 看到大家爱喝天天都来 我就高兴 就是这味道正宗